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上一集提到 我們與犯罪者的距離 沒有想像中遙遠 而被害者也僅僅與祖賢 存在那麼一點點薄弱關係 而今天要講的命案 被害者也是無辜的被挑中 而兩起案件之間 竟還有一段悲劇的連結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法那一天 賣菜少女獨自返家 竟離奇慘死房內 全身赤裸身中二十一刀 下體有男性驚異 懸荡四年無線索 颱風來襲真凶浮現 關公廟前離奇自首 一度無罪再犯案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 武神破心房 性殺夜宵生案 時間回到1997年12月30日 再過兩天就是元旦假期 地點在當時台北縣的 瑞芳鎮 一名16歲少女小慧 是瑞芳高中 夜捕校二年級學生 這天下午 她幫父母在市場擺攤 但身體不舒服 先自行回家休息 傍晚媽媽收攤後回到家裡 卻發現沒開燈 屋內黑壓壓一片 以為女兒還在睡 走到房間打算叫她起床上學 開門卻是見到毛骨悚然的 冰冷屍體 下午5點20分 媽媽回到家 要叫醒她去上學了 掀開被子 卻發現她身體全裸 胸口和頸部全部都是血 仰臥沉屍在床上 已經死亡好幾個小時 氣管然後還有靜脈 那胸部這邊就刺了 大概有五六刀的話 有幾刀是刺到那個 就是肺脹 然後又一刀刺到 整個大概心胞膜這樣子 那就失血過多了 小慧被刺21刀死亡 其中頸部被刺11刀 左右胸部被刺10刀 喉部 氣管 肺膜 都受到重創殘死 下體還有疑似男性驚異 但是現場並沒有打鬥的跡象 廚房裡有一把沒有餅的水果刀 已經被洗得很乾淨 樓梯口似乎有血滴紅點 牆上也有疑似血手印 住家後頭的基隆河邊 還發現一個內有精益的保險套 一切都指向兇手 熟悉瑞芳鎮的地形 可能是小慧認識的人 歹徒刀刀致命 連刀柄都砍斷了 到底是誰闖入少女家中 讓淳樸的瑞芳鎮蒙上一層陰影 因為這陣子不但竊案平傳 現在竟還鬧出人命 只是當地監視器稀少 加上當天下雨 路上根本沒有目擊者 而小慧生活單純 沒有感情糾紛 警方是毫無頭緒 轉向轄內40多個治安人口清查 也完全沒有方向 鄰居告訴警方 中午12點多曾看到 小慧提東西上樓 下午1點55分 聽到小慧家中傳出驚慌的聲音 大叫不要打我 2點多又聽到 物體從樓梯滾下來的聲音 他們以為是夫妻吵架 沒有理會 照此推算 小慧應該是在2點到3點之間喪命 接著警方探訪學校了解交友狀況 發現小慧成績中上 人緣很好交往單純 只有前幾天交給老師的周繼忠 寫著最近住處附近發生欠案 他獨自在家時曾聽到門鈴聲 開門後卻沒有人 讓他心裡很害怕 警方從學校這裡 還是沒有找到破案線索 金毅 指紋都沒有比對出具體對象 命案就這麼懸蕩了好幾年 小慧性殺案成績4年成了冷暗 直到2001年9月納利颱風來襲 造成北台灣淹水嚴重 而瑞芳這邊卻有小偷襯人之圍 不斷地闖空門行妾 有住戶及時發現 拿竹哨把打跑他 結果某屋主拿鐵錘整修屋頂時 竟意外逮住了妾賊 將他扭送法辦 是年僅18歲的蘇浩雄 落網時頭上還有被竹哨把K過的傷疤 這裡有一點值得提的 就是警方逮到冠切時 會一併清查過去所有未解的竊案 可以一併解案 通常嫌犯都是能少認一件是一件 但妙的是 蘇浩雄居然主動將過去所犯的大量竊案 巨細抿移地講出來 而更詭異的事情接著發生了 偵察員楊永峰帶著他 開車去指認省切地點 結束時經過一間關公廟 關公廟的時候 那剛好我想上廁所 所以我就停車停在那個樹底下 那我進去上個廁所上車的時候 烏雲就飄過去嘛 然後可能是遮一下陽光嘛 但是他臉色就皺變了 在那一瞬間就變得有一點昏暗 然後後來就恢復了 不過當時他受到那個現象 他可能非常的震撼 我們可能 我們沒有那麼細微的觀察到啦 但是從那個時候回到派出所之後 他整個人講話啦 神情啦 真的是有跟先前不一樣 但是我們的認為就是 他故意在拖延我們辦案的方向 跟辦案的時間 在蘇浩雄回警局偵訊時 又發生更離奇的狀況 他可能非常驚恐 非常害怕 然後他用自己的右手 去按著他左手 然後眼睛也 這個眼神也非常的呆滯 然後就說有人在拉他 他很驚恐 很害怕 說有人在拉他 他一直說有人拉他 他用自己的右手 一直握著自己的左手 這樣做拉扯 好像是在跟 跟某一個人在拉扯這樣子 但是我們真的是都沒有看到 也都沒有感覺到 然後好像有人拉他左手 然後他自己拉著右手 要把他拉回來 那 但是我們當下 派出所的員警 還有其他我們刑事組的同仁 都在現場 根本就 私下沒有其他的人去拉他 去碰他 在偵訊室裡面 讓他自己心裡作祟 蘇小熊詭異行徑 加上他手上掛著兩三串佛珠 口袋 皮夾 也一堆護身符 有經驗的警方心裡已經有底 他肯定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 快要藏不住了 警方打折隨棍上 追問他這件事 我問他的是 還有沒有犯下其他的刑案 還有沒有意見要補充的 就是對他所做的筆錄 還沒意見要補充的 然後他就很緩慢的講出說 他還有監殺了一個女孩子 講出來說他在什麼時候 監殺了一個女學生 什麼地點 過程講得非常詳細 蘇小熊好像不由自主般 滔滔不絕講出來 警方根本來不及詳細記錄 只好趕緊全程錄音 等到蘇小熊講完 已經整整錄了 兩面的錄音帶 即便蘇小熊坦誠 警方也不敢隨便相信 畢竟一些小賊亂認大案的烏龍 過去可沒想過 難道又是想干擾警方辦案嗎 但如果真的是他做的 憑他展現的驚人記憶力 應該要說出幾個 真凶才會知道的 命案證據吧 而偵察員楊永鋒 是命案發生兩年後 調派到瑞芳分局 之前並不曉得這個案件 蘇浩雄這麼一說 楊永鋒才把卷宗調出來 驚訝的發現蘇浩雄說的似乎是真的 為了避免冤枉了蘇浩雄 他還問了好幾個關鍵性的問題 我問他是在那個女孩子家的什麼處所 監察他 是在床上或者是床下 然後他給我回答的是 不在床上也不在床下 就是在一個木板床上面 那後來因為我不知道 被害者家裡的擺設 所以後來我看到那個卷宗的時候 原來他是在一個傳統的日 就是日式的那種木板床的那種床上 就直接鋪著棉被 又像地板又像木床這樣子床上尖殺他 然後他家裡的擺設 他講得非常的清楚 然後我們問他 第一刀如何刺殺 那個女孩子死後 是死在床上的什麼位置 臉部朝哪一個方向 他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還有說他有整理過現場 然後有把毛髮給吞進肚子裡面 然後有用衛生紙去擦拭那個死者的下體 在後來採證的時候 也有採到那個死者的陰道裡面有 衛生紙的那個紫屑 所以跟他講得完全吻合 蘇浩雄不但能畫出正確的現場圖 還知道刀尖留在屍體內 屍體眼睛是半睜開看著左上的 加上小灰弟弟的gameboy 被他偷走了等未曝光的案情 凶手除了是他還能有誰 只是他被羈押後兩天借提偵訊 就全盤翻供說自己是吸毒亂掰的 警方最後問他 這四年來你睡得著嗎 不擔心女孩子冤魂一直跟著你嗎 再度戳破他心虛的謊言 終於全招了 我們有同事問他說 那你這樣講出來了 心裡是不是會比較舒服 然後他說有 他已經這幾年他睡覺都睡得很不安穩 言下之意也就是說好像 有被所謂的女鬼糾纏的意思 這才確定蘇浩雄就是兇手 蘇浩雄異常坦誠的行為 似乎是小慧的冤魂 透過關公顯靈抓兇手 畫面中這名男子就是涉嫌 無性女學生殲殺案的嫌犯蘇浩雄 今年十九歲是一名以刑妾為生的 無業男子 雖然案發當時曾經將住在附近的 十五歲少年蘇浩雄列為重大嫌犯 不過卻遲遲找不出有力的試證 經過四年後警方另起爐灶 配合檢察官的偵辦 終於突破因為竊盜案 遭到羈押的嫌犯刑訪 就是他曾經是我們在暗化後 所清查的重要對象之一 那麼盡於我們 這個可以道德簽說還有華麗層面 跟他簽說開導 那麼他也承認了 塵封四年的懸案 歷任私人分局長終於征破 警方表示天望恢恢輸而不漏 這也足以告慰死者的在天之靈 原來蘇浩雄從十歲就開始行竊 還有稀時強力交的習慣 十四歲那一年 他又開始物色住宅 隨機挑中小慧家想闖空門 不料小慧卻突然回來了 他腦筋一轉 想起跟小慧的弟弟認識 心中於是浮起邪惡的念頭 他第一次去那個女生家裡 是要去找那個就是被害人的弟弟 他跟他弟弟是熟識 然後說要去找他弟弟 然後要去借一本 借一本漫畫書 說要去借漫畫書 然後他那個姐姐給他開門 然後開門進去之後 他可能認為有機可乘 那但是他離開了 那第二次他又拿那一本漫畫書說要來還他 又把門騙開 他可能第一次他發現只有一個女孩子在家嘛 所以他就騙開之後 就去廚房拿一把水果刀 就一脅迫那個女孩子 到房間去進行監殺 而他是說在強監完之後 他第一刀就是持那個水果刀 刺向那個女生的頸部 蘇浩雄怕被認出來 拿水果刀殺人滅口 搶走240元的現金 殺人後冷靜清除自己留下的機證 從榮離開 不過逃得了一時 最終人逃不過法王 蘇浩雄因為犯案當時只有14歲 加上符合自首條件 判刑11年確定 還記得上一集提到的 基隆女老師木乃伊殺人案嗎 最後判處死刑定驗的蘇志向 就是蘇浩雄的哥哥 兩人同樣闖空門為生 同樣為錢隨機殺害無辜的人 兄弟倆都成了殺人犯 這個家庭究竟發生了什麼 深入了解蘇浩雄的成長背景 他出生在瑞芳鎮 母親因為寄欠賭債和父親離異 從小就和父親還有哥哥同住 由奶奶照料代大 不料在國中時期交到壞朋友 開始走上不歸路 我沒死了 我也很疼 說不疼 說不疼 那些說不疼 84歲的老奶奶坐在家門口 用著纖細布滿皺紋的雙手 努力削著竹筍 這些都是她舉起步履滿山的雙腳 一大早上山去挖的 消好煮熟之後要拿去市場叫賣 因為家裡環境實在不好過 兒子罹患口腔炎手術完不久 就上工賺錢養家 兩個孫兒蘇浩雄犯下命案判刑入獄 她的哥哥也因為捲入基隆國中女老師 黃安玲命案判處死刑 雙手也沒辦法 煩惱都沒辦法 很好 就算是說奧王杜 這也像這個人一樣生 奧王杜 兩個兒子都沒辦法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蘇浩雄並沒有因為減刑入獄而改過向善 2016年出獄後繼續重操就業 在瑞芳區連犯15件竊盜案 再被判處7年8個月突刑確定 等於他人生有1 4分之1的時間 都在監獄度過 您覺得是誰養出這兩個魔鬼呢 歡迎留言一起討論分享 最後讓老Z工商實踐一下 最新中天自由品牌保養品 KS皇家呵護保濕舒緩凝膠 採用國際協會認證高品質 庫拉索蘆蕙 並添加高鎖水成分小核菌膠 保濕舒緩清核不黏膩 現在就像快點購 填上老Z推薦代碼 享受更優惠的保濕體驗 我是老Z 我們下集見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蕙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蕙協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蕙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蕙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蕙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